英雄越来越多,不少英雄给玩家的感觉就像是有魔力一样 就像有些英雄在部分玩家看来,只要拿出来就一定会输 不少玩家都这么认为,但整体胜率却有50%左右 是哪些英雄会给大家这么奇怪的感觉呢? 白丽守约 守约一直给人这种感觉,不只是在最近而已 只要他作为队友出现,那么肯定就是只会用二技能秒 没有普攻也不会推他,在最关键时可以看不到他 但是只要有残血,那他就出现了 这就是游戏内作为队友的百里守约 不过在对面就截然相反 吕布 说实话,吕布在当前版本不能说很强 但是很多玩家却非他不可 吕布的特点就是前期对线谁都能发育 只要自己没有歪念头,那吕布就可以一直发育 但吕布说到底还是不适合当前版本的节奏 他发育的速度太慢了 只要几方有吕布,那基本上是不能扛也不能打 理性 如果是暗性还好,至少可以带线反野拿龙 但是现在的光线,基本上拿出来就只有手塔的份 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手塔能力太强 想要打出优势比较难 总感觉拿出来就要被迫手塔 鲁班,打紧 玩这两个英雄的大多数都是新手或比较菜 别的不会玩,只能选这些英雄 特别是在星耀到王者段位 这个要预入大神的阶段 只要对手选出这些英雄 基本上自己就已经感觉到要输了 其实并不是英雄有什么问题 是大家的认知与看法不同罢了 自己内心驱使自己这么想 遇见这些英雄就要输 甚至都会影响到自己的发挥 字幕志愿者 ��고发 weights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